来到咸宁军分区干修所 在旁人的指引下 我们很容易找到了他的家 从一楼望去 五楼的阳台上一面国旗迎风招展 这一家的主人唐光友 执意将他插在最显眼处的地方 我们的风险我都插了头了 这位老人名叫唐光友 咸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 今年已是92岁高龄 唐光友有着光荣的过去 他1948年参加革命 1965年 十年39岁的他 作为全军阴谋代表 在北京出席国庆观礼 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他早就想来跟毛主席人们着想 走着你着想 都有 丁小平也想我 谢谢我们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为党和国家屡见功勋 为人民做出无数奉献的革命功臣 原本可以安逸享受幸福的晚年 却在他的后半生过着简朴甚至寒酸的生活 走进唐光友的家 没有什么豪华的装修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一张简易木板床 被褥翻开 满是补丁 揭开菜照 是他和老伴早餐没吃完的半截馒头 和小半碗咸菜萝卜丁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唐光友夏天一直穿自己夹杂旧布条编织的草鞋 编编编编穿半个多世纪了 一把坐了三十年的椅子 一副戴了三十年的眼镜 还有自己手工编织的草鞋 手工扎的鞦韆 省下来的旧军服 这些就是陪伴唐老多年的主力家当 给老伴掌工资 还是在干修所党委多次找他商量 最后以组织名义 与他正式谈话后才涨的 可是按理说 唐光友的待遇并不差 离休金每月有九千多元 这么多年 宰下来的钱都去了哪里 翻开他的日记本 我们找到了答案 1990年为中国举办亚运会 欣喜不已 捐款两百元 2008年为四川地震灾区 捐款三千元 交特殊党费三千元 2009年 60年国庆 适逢入党六十周年 交特殊党费一万元 2012年 向党的十八大县里 交特殊党费十万元 靠着极简生活 攒下的全部身家 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 对国家建设 对灾区重建 以及对困难群众的 尽心与尽责 每天凌晨四点 盖修所的院子里 都会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盖修所一千多米的大道 唐老每天都要走上七八圈 风雨无阻 外表上看上去 干瘦硬朗 精神绝硕的唐光友 其实还是一位癌症患者 他那个思想不在乎 癌症他不在乎 他自己 他会随心说 有什么干什么 他都没得人干涉他 他给家人约法三章 一是私事不准用公家车 二是用药不准超标准 三是生活上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为了锻炼身体 唐老还用破布条自制了一架鞦韆 1985年食道癌手术后 医生对他的诊断是活不过三年 一年 十年 二十年 至今33年过去了 谁能想到老人硬是闯过了癌症这道鬼门关 病退后的日子里 他每天除了锻炼身体 做得最多的就是收看新闻 不过他真的只能看新闻了 因为重度耳聋 老人已经听不清电视里的支言片语 只能看着字幕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 仿佛唯有以这样的方式 能与国家与外界保持一种关联 台北之年 他又倾其所有 要奉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家当 2012年 他找到军分区领导 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的申请 活着没有为党和人民做什么贡献 心里很不安 死了把遗体捐给医学研究事业 如果对治疗癌症有一点突破 让癌症患者多活十年八年 那该有多幸福啊 33年的抗癌 他没有服药 完全凭他的精神 凭他的毅力 他感觉他这种身体 应该说对后人 对医学机构研究癌症 预防癌症 是有医学价值的 这一次 唐老同样是自己先做了主 家人听认他做了一辈子主 直到后不得不默默接受了 我呢还是希望你 唱名百姓 好好地活到 还没听到 还没听到 你跟别人的是一部分 跟我们还是有 你跟别人送个别人的是一部分 跟我们的还有 跟你们啊 还有 跟我们的有 跟你们的我们的 你这个完全分开了 老人唱起歌来像个孩子 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 他进军营时的样子 和今天一样炽热 一样纯粹 我自己信仰就是当 热爱人民 只要把我到一家 还有一空气 我就会当为人 这样子 1936年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 当他看到毛泽东 打满补丁的衣服 朱德用马尾毛做的牙刷 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的背心 林博曲用绳子 缠着一条腿的眼镜时 斯诺当即断言 这是中华民族的新国之光 称在延安 具有东方魔力 八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在唐光有身上 看到中华民族的新国之光 依然熠熠闪亮 东方魔力 依然焕发磅礴的东方力量 这位在物质生活上 把自己压榨到最低点的老党员 却把奉献的能量 释放到最高度 清廉一生 奉献一世 他用行动 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 最崇高的人性光辉 最赤诚的党性修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